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耳湾110万左右能买到什么房子 就是110万到120间买到什么房子 这套房子的开价正好在110万 这个小区位于耳湾比较新的小区之内 就是在比较出名的大公园对面 那么这个房子建于2014年 相对于说因为比较靠近现在比较新的 这么说这个房子的屋况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包括它的功能性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全面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三卧2.5位的一个房子 那么可以看它的侧院 这院子在公园下我也来讲不算小 已经不算小 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还是不算小 因为是新房嘛 那么新房的占地面积一般来讲是会比较小的 不会那么大 那么这个房子它的使用面积呢 是1900多尺 就差不多2000尺吧 我可以看到它的分区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在楼下呢 这边是一个客厅 然后这边是放电视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以就是作为正餐厅 然后这边可以像早餐啦就可以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抽烟机的位置 那么冰箱是放在这边 它的洗衣房是独立在那个位置的 那么那边还有一个厨房的调料的屋屋间啊 以及一个小的storage 比方说家里面多余的浴巾啊什么都可以放在那里 然后它的楼下呢是没有卧室的 因为原来有三卧的房子吧 楼下有卧室的还是比较少的 呃一般都是要四卧 还是差不多楼下才会有一个卧室 那么这个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追求 这种咱们再看一下 呃往楼上看一下 这边是它的车库 它的车库呢是两个车位 呃 是并排的 那么由于这个比较新嘛 它的路边就是门口是不能停车的 如果听朋友来的话 只能停到外面的路边走进来 当然了也不是很远 那么这有一个楼下用的客户 呃客位 口误就是呃不能洗澡了 在这里 那么咱们看一下楼上 这个房屋相对来说透光线还是不错的 这窗屋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隐秘性 大家也可以看到与邻居是比较近的 一共是三个窝屎都在楼上 首先经过的是两个次窝 那么这两个次窝的嘛 要供用一个卫生间 嗯 这个卫生间是在这里 它倒是 是两个 可以淋浴可以抛走 有两个洗脸的地方 然后走到房屋的尽头是主卧 那主卧相对来说会大一点 包括主卫 然后把它弄成也比较大一点 嗯 然后再加一个衣柜 那么就是屋子的整个情况 看出来这座房子它当时没有做太高的升级 这些台面还是 就是2014年这种台面应该是standard 包括这种无边框的淋浴 它都有家 这些都需要升级的 不是说买来就有了 整个屋子的屋矿还算可以 高度也还不错 那么它的确量呢 就是院子比较小 然后与邻居隔得会比较近 它的周围这个隐秘性会稍微的差一点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建的房子吧 所以它这个房子是还会有Mano Ruth 就是咱们所说的特别税 那么特别税是25年之后才会取消 这个这个房子应该也差不多 你看到路子马上就要到期了 你看到后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缺点的话 那么优点的话 就是这边的市区会好一点 是三个酒的学区 不会隔得特别远 那么缺点呢 就是第一是地水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然后呢院子小一点 隐秘性会差一点 包括路边停车呀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Condo是没有办法 给自己家门口停车的 只能停到那里的路边 但是这个房子还是比较新 所以后来还算可以 那今天这套房子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回头再见 好 拜拜